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副指出乌克兰参与了此次空隙 虽然乌克兰方面否认 但是俄方看上去并没有打算稀释宁人 一通迅猛的操作 看起来是要将愤怒进行到底了 那么在新一轮的猛烈攻击之下 在这个时候 互联网当中忽然传出了一则消息 称泽连斯基已经服软了要和谈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事到底有没有 3月30日前后 中文互联网中流产出大量关于 俄乌和谈的消息和文章 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自俄乌冲突以来 首次松口表示愿意和俄罗斯和谈 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有人说乌克兰这真是扛不住了 但也有网友指出 2022年10月 泽连斯基就曾颁布法令 批准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 关于不可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进行和谈的决定 如果他松口了 岂不是自打嘴巴 那么和谈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 那俄乌还真的就有可能迎来 只割荡曙光 我们在阅读了大量称 泽连斯基松口和谈的文章之后发现 不少分析还是相当有理有据 其中有两点 看起来是最为有利的证据 第一 俄方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 猛烈轰炸 这样可能通过内部能源危机 来瓦解乌克兰 第二 乌克兰的武器弹药已经耗尽 西方援助不到位 泽连斯基向美国哭穷无果 不得不松口和谈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3月31日前后 有媒体报道称 俄方打击了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国防企业和乌军无人机车间等 很多网友将此举解读为 俄罗斯在莫斯科恐袭事件后 对乌克兰展开的报复行为 而事实上 俄乌冲突的烈度 在恐袭后确实有所上升 3月26日 乌克兰日报发文称 3月21日至25日期间 俄罗斯对乌克兰跨地区电网 发起毁灭性打击 这次袭击是俄方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 在攻击中失去了一半的发电能力 同时 乌克兰最大的水利发电站 也受到了重创 乌克兰水能公司的负责人 伊霍尔西罗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其水利发电厂的整个机组已被摧毁 重新建设可能需要18到24个月的时间 全面恢复则需要数年 这意味着乌克兰能源系统遭受了巨大损失 虽然乌克兰本土的媒体对此次 俄方对于乌克兰能源设施发动的袭击 表述为影响巨大 但是在其他媒体的报道当中 却有不同的说法 4月1号的时候我们看到路透社发表的TV 尽管俄罗斯进行了数周的袭击 乌克兰的能源系统远未崩溃 这样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采访了乌克兰电网运营商 首席执行官 这位执行官表示 俄罗斯近期的袭击虽然是对 乌克兰的电力系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但是全面崩溃的可能性并不大 那么到底谁说的是真相呢 此次俄方的能源袭击 对于乌克兰的打击到底有多大 对泽雷斯基做出和谈这样的决定 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呢 俄罗斯轰炸乌克兰的基础设施 能源设施 我觉得有几方面有严议 首先是从2月份开始 乌克兰对俄境内的炼油系统 这个能源的油库 机场进行的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 那么这视为一种报复行为 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 乌克兰对俄境内的一些跨境军事袭扰 比如说在比尔德罗德·库尔斯克 那么这些跨境袭扰 严重干扰了俄罗斯的大选 那么在正面战场 无法进行所谓的 直接的有效的报复的前提下 俄军将乌克兰的重要的政府部门 基础设施 还有一些机场军营 决策中心作为打击的目标 那么第三个就像它打击乌克兰的 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 我觉得还是有所谓的 要趁乌克兰现在兵力不足 弹药不足 试图要扩大乌克兰的后勤的困难 我觉得真正能够促使乌克兰 做到谈判桌指定的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西方的立场和态度 轰炸乌克兰的基础设施 可能会给乌克兰造成民生方面的 甚至是国防工业 经济方面的一些压力 但是对乌克兰而言 在一切压力在安全面前 都是次要性问题 此说法证据不足 我们再来看 网友认为促成泽连斯基 想要和谈的第二个原因 乌军的武器弹药已经耗尽 西方援助不到位 泽连斯基扛不住了 所以向美国哭穷 又为国转而和谈 俄乌冲突的过去两年多的时间 美国和北约各国 一直是在对乌援助 但是缺武器弹药 好像又一直是乌克兰的死穴 不过此前 即使勒紧裤腰带 乌方也一直是在咬牙坚持的 这一次乌克兰会是真的后继无援 实在打不动了吗 据公开资料显示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乌克兰军队 以极快的速度消耗了战争储备 同时还耗尽了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波兰 和其他北约成员国 大力援助的各种军事物资 一家名为国防快报的媒体发布了题为 乌克兰使用的火炮弹药 比俄罗斯少5倍的文章 文章对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报道 以及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 统计数据进行了引用 据RUSI数据显示 自2023年夏季以来 两国军队在火炮弹药方面的支出之间 出现了巨大的差距 2023年夏 乌克兰在炮兵火力方面具有优势 每天能够发射7000到7500发炮弹 而俄罗斯则为5000发 但是现在乌克兰的炮兵 射速已降至每天2000发 而俄罗斯则增加了一倍 达到了1万发 不过这篇国防快报的文章 虽然它引用了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数据 但是文中也指出 独立证实这些数字是非常困难的 于是我们就对比了 其他媒体给出的相关数据 再帮它核查一遍 美国时代周刊 在今年2月的一篇报道当中 就乌克兰缺少武器弹药 做了一些细节性的描述 由于弹药不足 乌克兰不得不对其部队实行定量配给 每天只能在750英里 即1207公里的范围内发射2000发炮弹 这一数字刚好合 RUSI的数据重合 所以目前来看 1万比2000 这一俄乌双方 每日炮弹配置对比的数据 应该可信度还是比较大的 俄罗斯本身在火炮的数量上面 就比乌克兰更多 那么乌克兰到现在为止 就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据说收到了西方大概3000门火炮 其中有一半是美军提供 这里面当然有像MCC这样的牵引火炮 也有像凯萨跟PTH2000这样的自行火炮 当然这些数量 跟俄罗斯巨大的火炮的数量相比 那么还是背水车薪的 因为每天2000发 它实际上是整个一个平均概念 但是实际在作战中 它是有集中的区域 因为我们说火炮一定是要集中使用的 所以它在一些重要的方向上 比如说阿富杰耶夫卡这些方向上 那么俄罗斯通过集中火炮 那么可能对乌克兰的炮兵数量的差别 也有些认为可能能达到1比10 那么差距可能更大 所以乌克兰确实在炮兵武器上面的 差距是明显的 面对巨大的武器弹药缺口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曾经大发牢骚 快把爱国这导弹给我们 希望能抵抗来自俄罗斯的导弹袭击 3月中旬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列文 在当天的简报会上宣布 美国向乌克兰紧急提供价值 是约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3亿美元看起来很多 但其实对于乌克兰来说 就是杯水车薪 所以泽连斯基急了 3月底的时候 他在接受采访时做出了 哭穷加威胁式的发言 称 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 就意味着我们没有防空系统 没有爱国之导弹 没有电子战干扰器 没有155毫米火炮 这意味着我们将一步步后退再后退 这个潜台词是不是就是说 如果再不给我武器 我就要和谈了 泽连斯基的叫苦 或者说是公开的求援 并不是说没有效 事实上泽连斯基他说了一个道理 就是没有美国的支持 乌克兰可能撑不了多久 那么最后就有可能后退 这是一个事实 第二 泽连斯基在媒体 特别是对美国媒体的 公开的这种去喊话 实际上有施压 美国共和党 包括美国政府 以及五角大楼 也是给欧洲人说的 就是说如果美国人 不能按时地提交 乌克兰的军援的话 那乌克兰可能就要后退 就有可能失败 那这意味着欧洲将直面 这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那则意味着整个西方世界 要直面俄罗斯的安全压力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起作用 和能不能促成美国 快速批准援武法案 我觉得还有一定的距离 2023年10月 拜登政府向美国国会 提交了一份紧急军费预算 总额是超过了千亿美元 占大头的呢 就是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 共计614亿美元 这一预案当时 因共和党的阻挠被搁置了 但从专家的表述 和我们查到的 《华盛顿邮报》的爆料来看 也许预案通过了 也是多半是半纸空文 因为乌克兰能拿到的 只是其中的一点点 早在2023年11月29日 《华盛顿邮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 对乌克兰最机密信息 大部分资金留在了美国的文章 文中指出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资金 多数用在了美国本土制造新武器 而运往基辅的武器 主要是轻库存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多番调查后发现 美国境内至少有31个州 和71个城市的 117条生产线上的工人 在生产原物武器 并配图显示了 制造武器的美国各州和城市 分布图 以及生产的原物武器的类型 现在看来 泽连斯基的很多行为 就很合理了 和美国打交道最多的 他未必不知道其中的这些门道 但是起虎难下 所以他一直在各种媒体渠道发声 希望用公开督促这种方式 尽可能地扩充物菌的弹药库 4月6日据乌克兰真理高报道 泽连斯基在本土电视台采访时称 如果俄罗斯像上个月一样 天天进行密集轰炸 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库存将耗尽 乌克兰的盟友也清楚这一点 并称乌克兰已经没有用于反攻的炮弹 正从盟友处接收武器用于防御 4月10日德国政府官网发布 德国运往乌克兰武器和军事装备 其中就包括装甲战车 防空 炮兵 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等 但是并未显示具体交付日期 只显示出了出于安全考虑 联邦政府在移交之前 不提供有关运输方式和日期的详细信息字样 此说法也不能成为 泽连斯基想要和谈的充分理由 经过我们在公开信息中 找到的一些线索显示 网传消息中两个所谓的导致 泽连斯基和谈的原因都不充分 但和谈的相关热度一直都在持续 那是否还有其他的值得关注的细节 再次核查后我们发现 网传信息当中很多都提到了 一个关键的信息点 泽连斯基首次松口 在不考虑1991年边界的情况下 与俄和谈 我们的调查中发现 虽然2020年10月 泽连斯基签署了不和谈法令 但事实上还留下了一道口子 2023年7月中旬 多家媒体都有报道 包括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塔斯社 说泽连斯基表示 只有乌克兰武装部队 控制了1991年的边界 乌克兰才会进行谈判的准备 俄乌边界实际上按照国际法 是1991年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 苏联在解体之前 就是白俄罗斯 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的当时的领导人 签署的别的维持条约 就承认 就是以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边界 为最终的国家之间的边界 成立独立国家 然后就成为俄乌 国际法上的边界的基础 192014年 乌克兰出现了国内政治危机 俄罗斯支持克里米亚半岛 公投入俄 这个是俄罗斯单方面的行动 一直没有得到乌克兰和国际社会的承认 那么到了2022年 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俄罗斯要继续的支持乌东地区 顿巴斯地区独立 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回到1991年的俄乌边界 那就是要把克里米亚 乌东全还给乌克兰 才能和谈 才能去进行对话 那么很显然就是 乌克兰提出了很高的 外交和谈的条件 但是我们知道和谈 一定基于使令积宣时 否则的话只能是各说各话 不能进行无效对话 这么看来 泽连斯基和普京 在和谈的基础条件上 本质是背倒而驰的 那么现在 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变量呢 我们在提到1991年边界的文章 和信息当中看到了两种信息来源 分别是俄媒和美媒 经过查询呢 我们找到了最早发布于2024年3月30日的两篇文章 分别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俄新社发的文章 内容呢 都有泽连斯基首次同意 在不考虑1991年边界的情况下 与俄会谈的内容 但是在美国主流媒体上 并没有类似明确的报道 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俄新社的文章中 都提到了 泽连斯基从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新闻部的采访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美媒来源 但在仔细阅读过两篇文章之后 我们并没有找到泽连斯基 直接提到1991年边界的确凿证据 两篇文章共同提及的都是 泽连斯基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指出 如果乌克兰能恢复到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的 2022年边界 俄罗斯将准备进行对话 那我们来看 泽连斯基在当时的采访当中 到底是说了什么 我们找到3月28日 CBS发在社交平台上的 泽连斯基完整的采访视频 视频的总长有34分钟 经过查询两篇俄媒文章引用的 相似发言内容 发现在视频的23分09秒左右 但是表述却有所出入 袁世平的表述为 我肯定 当他失败了 这 什么他失败了 失败了开始从22年 他失败了完全失败 甚至那些国家 这些还不认识 承认了美国还是不 而他失败了 他失败了其中一个国家 如果这就发生了 他会准备到谈谈 由此可见 泽连斯基并未有相关表述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俄乌和谈可能又是一场 普风捉影的事件了 但是双方目前表现出来的动态 看起来确实是大相径庭的 乌克兰还在苦等武器支援 但是俄罗斯却似乎在 不声不响当中别打招了 近期有消息传出 俄罗斯已经开始为决战做准备 泽连斯基也在哥伦比亚 廣播公司的这次采访当中 对相关的情况表达了担忧 但重要的是我们 所有的信息和我们 和我们一起与我们的联织 都关注我们的伙伴 和我们的伙伴 那俄罗斯会将会准备 准复政策的事件 这可能会准备 明月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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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准备 我们必须不准备准备 我们必须不准备 我们必须不准备 這是問題 澤雷斯基的這種猜測 是根據了什麼來推斷的呢 在查詢資料的過程當中 我們似乎找到了 讓他緊張的一些線索 一個就是俄羅斯 在3月31日簽署了 春季徵兵令 第二個就是 俄羅斯快速加大了 武器彈藥的生產 根據《路透社》報導 當地時間3月31日 俄羅斯總統普京 簽署春季徵兵令 徵兵時間從4月1日至7月15日 預計將有15萬 從18到30歲的人應徵入伍 此前俄羅斯就多次 簽署了徵兵令 我們在《政治家》數據網站上 看到了一份 關於全球軍人的數據 截止到2024年1月 全球現役軍人排行榜 最新數據顯示 俄羅斯現役軍人是132萬 烏克蘭是90萬 在2023年春季兩季的 俄羅斯徵兵中 共有27.7萬人入伍 俄羅斯今年春季徵兵是15萬 這是例行徵兵 俄羅斯每年要徵兩次兵 春季徵兵和秋季徵兵 那麼去年大概是14.7萬人 今年是15萬人 略比去年多一點 因為我們都知道 俄羅斯最近成立了 列寧格勒軍區和莫斯科軍區 那麼在西北方向 與芬蘭交界地區 過去是相對軍事上安全區 不是一個防禦的重點 隨著芬蘭瑞典加入北約 俄羅斯西北方向 這個防禦出現了嚴重的漏洞 成立列寧格勒軍區和莫斯科軍區 就是要在西北方向 形成對於北約的防禦 形成建立新的防禦網絡 這個是俄羅斯 俄羅斯擴大徵兵的一個主要原因 第二個就是 俄羅斯在烏克蘭 大概有60萬軍人 那麼每年俄羅斯還要徵召 40萬左右的合同兵 就是高薪 僱用兵是這樣的 那麼從這個角度講 俄羅斯確實需要不斷地去補充 因為我們都知道 俄烏衝突是一場蠟鋸戰 陣地戰 所以人員消耗特別大 傷亡特別大 俄羅斯徵兵我覺得主要是 例行徵兵主要是 針對於對北約形成新的防禦網 那我們再來看看 另外一條線索 俄羅斯是否正在加緊地 快速增長武器彈藥的生產 3月11日CNN發佈獨家報導 俄羅斯因俄烏衝衝突生產的 炮彈數量是美國和歐洲的3倍 文中指出 俄羅斯火炮工廠 正在全天候的運行 實行12小時輪班制 CNN認為 俄羅斯的火炮彈藥產量 接近美國歐洲的近3倍 這是俄羅斯近年晚些時候 對烏克蘭發動 另一場攻勢的一個關鍵優勢 此前 建政組就追蹤過 俄羅斯購買武器彈藥的報導 CNN的這篇報導內容 俄羅斯也有提到 俄羅斯向伊朗和朝鮮 進口了數量不菲的武器彈藥 伊朗至少有30萬發炮彈 朝鮮則提供了至少6700個 裝有數百萬發炮彈的集裝箱彈藥 武器裝備只增加量 還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武器的殺傷性也在提高 俄制FAB-3000近期在 互聯網頻繁的亮相 其超強的殺傷能力備受得益 根據公開的信員介紹 FAB-3000 M54總長度約3.3米 表殼直徑820毫米 沒有隱信的炸彈總質量 達到3067公斤 其中身體佔1600公斤 炸藥裝藥量為1387公斤 FAB-3000你就理解為一種 重量大概在3噸左右的 航空炸彈 那麼這種航空炸彈 其實在整個蘇聯的 軍事體系裡面早都出現了 現在使用的這款版本是 M54 最初M46後面M54 它是一種很老的炸彈 那麼它在研製之初的目的 是用來攻擊大型水面艦艇 那麼在俄乌衝突爆發以來 俄羅斯方面其實在戰場上 一直也在使用 只是規模沒有那麼大 那麼這款炸彈的威力 確實是很大的 這件事情俄羅斯方面知道 烏克蘭方面也知道 但是現在它在戰場上 變得越來越可怕了 原因不是 首先不是因為它的爆炸威力 是因為俄羅斯方面對它進行了改造 在俄羅斯方面藉助這個叫UMPC 就是模塊化的製造組件 那麼藉助它給這個導彈 加上了就是我們說在投擲之後 它會展開一個飛翼 那麼它會藉助衛星跟其他的一些信號的指引 以一種相對比較高的精度打擊目標 從2024年1月份開始 就是有些消息認為在主要的戰線 像這個阿富杰 耶穆卡這些方向上 俄羅斯方面大概每天投擲60到70枚 製造炸彈 就是滑翔炸彈 但是這裡面當然並不是全是FAB3000 就不是全是三噸重的 很多是250公斤的 500公斤的 1500公斤的 但是我們講從戰場的士兵的角度來講 你並不會有效地確認 這個飛下來的東西是三噸重的 還是250公斤的 那麼對於一線的士兵來說 當你聽到某個陣地 某個堅固的支撐點 過去認為絕不會被摧毀的支撐點 被一枚從天而降的三噸的炸彈 直接摧毀 大家可能這個陣地本身 跟陣地裡的所有守軍 全部都什麼都不剩下的情況之下 你的士氣 你的作戰意志 都會受到巨大的傷害 俄羅斯重啟FAB-3000重型炸彈 一些俄媒稱之為 堪比戰術核武器 感覺俄羅斯這回就要放大招了 甚至在互聯網當中傳聞 俄羅斯要開啟核戰爭 2024年2月29日 在社交媒體平台上 我們發現了一則貼文 稱普京正在準備動用核武器 貼文配搭了一段視頻長遠50秒 視頻中我們看到 運載導彈的車輛在街道上行駛 這會是俄羅斯在排兵佈陣 運送武器彈藥嗎 經過關鍵針的搜索 我們在一家俄媒的網站上 找到了和貼文同樣的視頻 在視頻的下方顯示的是 RS-24亞爾斯洲際彈道導彈 為紅場閱兵做準備 那麼貼文表述 普京推動核武器的說法 就有一定的誤導性了 首先他在戰場上使用 戰術核武器沒有理由 沒有意義 而且我們講 何況戰術核武器 所帶來比如沾染這些問題 那麼對俄羅斯後續 這個打開突破口 其實都是帶來不好的影響 現在從俄羅斯的角度來講 它的國防體積中 當然這個涉及到核武器 涉及到我們說 整個的戰略威懾平台的重要性 一定程度在上升 這個目標並不是真相 只向烏克蘭 它還是跟北約在博弈 它的大的背景 是因為北約在常規力量上面 在漫長戰線上面 對俄羅斯的優勢是明顯的 過去我們說可能 比如說像瑞典 芬蘭沒有加入北約的情況之下 俄羅斯在北線還可以商量 那麼現在北線 那麼俄羅斯的 像摩爾曼斯克這些關鍵的區域 可能在北約的地面攻勢 七個小時之內就能到達 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對俄羅斯來說 它越來越多的 要通過強調戰術核武器的威力 通過這種強調戰略威懾平臺的意義 來維持跟北約之間的博弈 這種博弈並不是在烏克蘭戰場上 那麼而且我們說從 雙方的比如核彈頭數量 跟核打擊平臺的質量來講 俄羅斯也不佔優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說為什麼俄羅斯方面 要使用核武器呢 沒有理由 但是如果說大家當真了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就很有意思了 這次澤連斯基的核談風波 因一段採訪內容 被媒體瘋狂地解讀而熱議 雖然有爭議 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也說明 人們希望俄烏衡衝突 能夠出現一個好的轉機 核談的一天真的能夠早日到來 新聞見證組 這是今天的節目 下期待會 在等待會兒 電視 電視